我對司法院的表現啊非常的失望 在司法院裡面 大官 該做的是不做 做得哩哩啦啦 把最辛苦的法官推到第一線 來立法院裡面要預算要原額 我們都支持啊 問題是你司法院這樣的表現是能看喔 我上一次質詢的時候 我很清楚的跟你們講 原額如何分配 請你們交報告出來 我到昨天 傍晚 晚上 三催事情 請我辦公室跟司法院聯絡 報告在哪裡 說不交就不交 司法院有這麼傲慢的喔 體恤法官最有效的方式啊 不是發新聞稿啊 要他們多休息去運動啊 把你的工作做好 Do your job 我必須要再苦口婆心的 告訴我們的司法院啊 把你該做的工作做好 我再說一次啊 司法院 請把你該做的工作做好 今天我看到司法院的報告 我不敢相信 上一次我們在這個會議室 針對這個問題尋答的時候 你們提那個內容簡略殘破不堪的報告出來 我當場就跟你們講了 今天工地會送一模一樣的東西來 請問你們到底在做什麼啊 你們現在開出來的名額是5500個 我先表達我的立場 我先表達我的立場 作為一個法律人 曾經交過民事訴訟 在中研院搞過法學實證研究 而且專門在研究司法制度的 我有很多同學 學長姐朋友甚至學生 現在都在第一線擔任工作 我知道他們辦案的辛苦 我知道他們辦案的需要 但請司法院認清一件事啊 當立法院要擴增員額要增加預算 我們負責任的對象是人民 我們需要知道 你在現在15000名 你要多增加這5000多名 在當代民主法治國家當中 我們必須要對人民負責 不是閉著眼睛你開口要什麼就給你什麼 5000多個人你打算要怎麼用 用到哪裡去 不用提出負責任的人力規劃報告嗎 我上一次質詢的時候 我很清楚的跟你們講耶 員額如何分配 請你們交報告出來 我到昨天傍晚 晚上 三催事情 請我辦公室跟司法院聯絡 報告在哪裡 說不交就不交 司法院有這麼傲慢的喔 在司法院裡面大官 該做的是不做 做得哩哩啦啦 把最辛苦的法官推到第一線 來立法院裡面要預算要員額我們都支持啊 問題是你司法院這樣的表現是能看喔 我一直很佩服的一位學長啊 江世民老師 江老師之前 幹過第一線的法官 所以他從法官退下來 教民事訴訟法的時候 他能夠直接交到問題的核心 他不是只有介紹外國的理論 跟食物上面的運作要怎麼相結合 在法學院裡面教得很透徹 我今天拜讀了江世民老師的書面 我看了很感動 他書面上面怎麼寫的 在人事組織的討論 司法院應該先盤點以下的事項 第一個 是否未善用現有的人力 借調院辦事的法官是不是太多 專業法庭的人力與受理案件數是否趨於平衡 是否有懶惰的法官不辦案 承辦案件一年多 就打散由其他的法官辦理 江老師是一個溫文儒雅的學者啊 他講話寫文章其實都很有藝術 但我一看就看懂 這是我為什麼跟你們要 你們人力到底怎麼分配 立法院要負責任的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告訴全民 現在實際上面的狀況到底是什麼 你們當初跟大家講 跟立法院講 說傷勢案件很重要 我們要設傷勢法庭 傷勢案件如何又如何 結果設了以後運作到現在 你們要不要排一個專案報告跟全國人民講 你們設了傷勢法院案件量多少 全部交由三個人集中審理 這是好事嗎 你們司法院不是沒有資源耶 你可以花上億的預算 上億的預算 去媒體搞各式各樣的置入性行銷 結果連一個像樣的分析報告都做不出來 拜託你們 摸著你們自己的良心啊 你們今天交出來的這樣子的報告 有辦法對納稅的人交代 請你們盤點現有的人力這麼難嗎 我說過要修法 要條預算我們都支持 但我們必須要了解現在的狀況到底是什麼 檢察官辦案快要被淹沒 我們也提了法院組織法的修正草案 我們願意去改副表給檢察官助理法制化 這些我們都支持 但請記得一件事 不管是司法院還是立法院 在我國的憲政民主秩序下 我們共同要負責任的對象 是台灣人民 我利用今天的公聽會 再次的表達 我懇求我們的司法院 體恤法官最有效的方式啊 不是發新聞稿啊 要他們多休息去運動啊 把你的工作做好 Do your job 交這種不及格的報告 我對司法院的表現啊 非常的失望 以上 你的照片 你做到的了嗎 我又找到那個地方 但是我對司法輸了 我的照片 我最多的地方 你已經在你的照片 陷阻美國人 你的照片 吧 我對司法輸了